民眾手上三四核都是出包的 富樂快篩試劑P號2025 056 區公所醫護回收 立刻補上其他品牌試劑 CT的不會出現 那就不准了 就怕驗不准了 高雄進貨10萬劑 富樂快篩成了最大受害 採購商 6月11號開始回收 截至13號為止 10萬劑已經收回3萬劑 就算不是同一P號 只要是富樂就給換 由大興資訊公司 獨家投標並得標 是為補先知還是這個採購 標案是為大興資訊公司量身打造的 買10萬劑快篩突槌 還被億元抓包5月17號 決標的9500萬快篩採購案 投標的就是這次混沖廠商大興 但得標的卻是森艙 質疑標案有黑數 衛生局澄清其實是 系統轉檔問題物質廠商名稱 衛生局開標審查文件 是否有審查到 美國原廠的出口報關單呢 但大興把中國貨混沖美製 跟9500萬的採購案是否有關 議員也要求衛生局講清楚 責任還有採購 那根據我們的採握 是經由業者向中央申請合可 那也公開在網站上面有 這個上網招標 中國劣質快篩是否跟5月17 決標的同一批 驗收是否有審查原廠出口報關單 衛生局IP已讀不回 恐怕也讓高雄防疫成績單 先被扣好幾分 近新聞林一清杜雲捷高雄報導 這是不可怕的 現在在網上往下 文件在網站上 中央申請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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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